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种就是蒙古野驴了 它们的生活地也位于荒漠 这种野驴极其耐干旱 即使数日不饮水也不会死亡 它们是群居动物 经常集体活动 它们的奔跑速度极快 也很激进 但是野驴的好奇心真的是太重了 常常会追随猎人或者车辆 甚至会到人类的帐篷旁边去观察 这样就给了猎人捕杀它们的机会 第四种就是戈壁熊了 这种熊很受蒙古国民的喜欢 但是目前全世界仅存20只戈壁熊了 因此蒙古国建立了专项保护组 来保护这种冰威的熊类 但是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熊的数量之所以会急剧减少 是因为它们近亲生子所得的病 小伙伴们 还知道哪些被重点保护的沙漠动物呢? 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开爱萌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